医生给出的方案是 方案一,做手术 手术有10%面瘫风险 一年左右可以恢复 院长表示 患者可能不会选择这个方案 所以他还准备了另一个方案 方案二,做伽马刀 有30%复发率 术后定期复查 如果复发,可以再做手术 比较中日两国专家的方案 其实大体的治疗思路没有变化 但为什么傅永院长的方案 就可以让患者安心呢? 那是因为院长真真正正读懂了患者的心 治疗方案不仅风险明确 而且如果病情复发 医生也可以进行手术 为患者兜底 这也是让患者安心的主要原因 患者选择了伽马刀 他说这个方案把他所有的顾虑都消除了 公事鉴于医院和东阳医疗长期合作的关系 院长考虑更加周全 为了节约患者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院长安排将本应该住院两天的日程缩短为一天 患者面诊当天下午就在急诊室完成了所有数前检查 第二天早上办理入院 下午1点手术 休息24小时后 4日下午出院 手术一切顺利 供花费日元61620元 人民币约3.9万元 目前患者状况良好 病情也没有反复 对每位患者来说最大的恐慌 都来自于对疾病的未知和对未来的不确定 东阳医疗为患者精准找到最适合的医疗资源 医院给出清晰的治疗方案 明确的风险评估 每一个环节都让患者安心 关注注视会社东阳 让您和您的家人越来越健康美丽